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倒是明确给我表态呀 你倒是明确给我表态呀 啥事呢 那还有什么事呢 咱们就是搬过去 跟儿子组在一块儿 这个事我是考虑过的 我觉得不行的 行不通 怎么就行不通了呀 为什么呀 你老婆子为什么 咱们可是在这儿住惯了 现在离开北京你习惯吗 什么习惯不习惯的呀 你那个习惯就那么重要啊 难道你老肖就不想早日抱孙子 肖战他们那么忙 咱们要不独处他们 他们能把这个怀孕的事 提到日程上来吗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说你瞎操什么心哪 来 出去喝点水吧 我怎么就瞎操那份心了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这个事 那就是咱们家 第一号红色文件的头等大事 要想忧生忧郁 就得卡着岁数来 小青年龄也不算小了 工作都那么忙 咱们要不催着点儿 她就成高龄产妇了 高龄产妇生孩子多危险 你不是不知道 我想想我就害怕 老肖 你给我明确保个态吧 如果你觉得生儿育女这件事呢 对你无所谓 无关紧要 那 我就再也不在你耳朵边的叨叨叨 你看看你 你看你这老态 我没说不重要 我只是说要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行不行啊 顺其自然 那就是天方夜谈 你那个宝贝儿子 和你那个宝贝儿媳妇 就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 我跟你说 光一个结婚 谈恋爱 那就是顺其了十几年是不是 那这生儿育女要再十几年 到时候这能不能生得出来 怀得上 怀不上 咱们能不能抱上孙子 就不敢说了 你不敢说最好 你说什么 这样胡说八道 怎么抱不上 不会的 不会的 那好 那好 从现在起啊 咱们就严格地按照一号红色文件办 绝不能让它鸡飞 鸡也不能飞 但也打不了 而且呢 还要把鸡养好 蛋更要保存好 这才是咱们家的一号红色文件 知道吗 行了 就这么决定了 即日起 撤离北京 好 挺手掌的 你还能进步 肖总 你看一下 由于咱们的规模急剧扩张 初期融入的钱已经花光了 后期还需要巨大的数额 好 我也正头疼这事呢 当务之急啊 就是要尽快找到战略投资人 我知道啊 现在整个市场对资金都是如狼似虎的 那银行大门我连摸都摸不进去 肖总 求银行不如求投资人 著名的投资人杜先生就在本地 你要不要试一试 杜先生 哪个杜先生 在风头圈 他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以眼光独到杀伐决断而著名 听说他手上的资金到达了数十亿 李总 等等 李总 你别告诉我 你又拿了一堆报销的单据 李总 不好意思啊 这仅仅是上个月的 还不包括这个月的 以后所有的坏消息打包给我 别一条一条地步了 好吗 嗯 转身 出去 赵景 你能不能直接找他告诉我 你那个单体还有多少时间能研发出来 十一哥这事不能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你不当家啊 你不知道陈米贵我快撑不住了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我跟陈赵生两个人天天在加班 已经准备了 七线 给我一个最后的七线 没有最后七线 那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呀 再说了 没有人能预知罗马哪天建成不是吗 你的罗马什么时候建成我不知道 但你的后院快起火了 真是服了赵小青啊 他告诉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是在干罗马吗 我们做的是药啊 十一啊 少安勿躁嘛 你倒是能沉得住气 那沉不住气又能怎么样呢 搞科研 你和我都是帮不上忙的 许董 我今天把你叫出来呢 是想和你聊聊 专利出来之后的运作 你想说什么 你也知道 专利出来之后呢 还有很多步骤 临床 审批 上市 我们现在要做一款创新药 这只不过是万里城中的第一步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不能让小青抱着秦怀两个字不放 将各位股东的利益搁在一边 这么瞎胡闹 我们前期海量的投资 这次必须得到应有的回报 许董 我今天呢 先给你提个喜儿 真要是到了那一天 咱们两个人 必须要紧密配合 这天天就这钱啊 这一天天呢 光处不进 是 顺利 就这么下去 咱全公司都得和西北公司 怎么办啊 情形已故外部资本 这是唯一的办法 反正现在这么拖下去 也是个死 必须要死 太好了 加油 快去 我们全公司 我们全公司 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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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要不逼合 你看他变成啥样 干吗呢 唱了什么呢 那是 您成功了 成功成功了 一亩草中的 化学单体成分分离成功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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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对于赵晓卿来说 这次的成功 不仅是一次科研上的突破 更像是对他以往人生的 总结与汇报 他早年立志 要以科学思维 科学方法 破解中医药中存在的 未解之谜 历经坎坷之后 他终于用扎实的成果 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 中医药磅礴浩瀚的潜力 和广阔无边的应用前景 怎么不说话 我什么都不用说 爸都知道 爸 我完成我们俩共同的心愿了 许好名字了吗 Z16 挺顺口的 有什么意义吗 Z是我们赵家村的姓氏 也是你的名字 16是那天 你追上大帮我们决定在一起的日子 请进 请进 赵教授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咱们不是委托一家专利代理机构 给Z16申请专利保护吗 美国的代理机构 对国内企业根本就不了解 就因为这个 咱们可能谈上大事了 怎么会这样啊 不是你找的吗 赵教授 对不起 怪我没有盯紧 我真没想到 我们的专利在翻译成英文时 出现了纰漏 导致我们的申请 被一家企业 以重复申请侵权为由 提及了诉讼 对不起 这事怪我 你也别太自责了 这事不能全怪你 还是怪我们国内的专利 申请代理不够专业 也怪我没有早点提醒你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 如何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它 王主任 王主任知道这件事以后 马上就给国家专利局打了电话 要求开研讨会 专门讨论这件事情 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主管 都参加了会议 只有一个目的 要把代理公司捅的这个娄子 造成的不良影响 扼杀在萌家状态 确保我们的公司万无一失 而且继续高速运转 这一次这个事情 真的是好麻烦啊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给王主任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王主任希望你不要有顾虑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他来顶着 赵教授 你想过没有 你可是我们学校 我们开发区 我们整个中医药产业园的 一块招牌啊 我们可是盼星星 盼月亮 好不容易把Z16这个大宝贝 给判来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出半点纰漏呢 所以现在没有退路了 咱们只有同舟共济 闯过这个难关 我想啊 应该会有好的结果吧 正因为是这样啊 您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 现在也只能等 王主任的消息了 我完全能够理解 应该是好 快看你看 可以 我来帮助你 好 是 帮助我 你 我来帮助你 好 我来帮助了 你 你 也不 nano 我来帮助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赵教授 好消息 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经过王主任积极协调 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了申请 他们很快就派出了专业团队 按照国际惯例 对我们Z16进行了 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 而且是在绿色通道之内 完成了专利的重新申请和批准 这么快 当然快了 各个部门都是特事特办 一条龙服务啊 我告诉你啊 在最短的时间内 走完了整个流程 而且获得了批准 你知道大家都这么说吗 他们说 要为我们Z16保驾护航 因为它是我们医药研制人员的 星星之火和希望之光啊 太好了 真是个好消息 赵教授 赵晓星教授及其团队 所申报的Z16项目 已经被国家列为重大新校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的第一批立项课题 这是对赵晓星教授及他的团队 科研水平科研架口最好的肯定 也是国家对Z16项目最深切的期待 下面有请先帝模范人物赵晓星教授 有请韩副指授 有请赵晓星教授为大家发言 感谢政府 感谢园区 给予我这么大的肯定和褒奖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 我想不光是我们Z16项目 任何一个获得国家重大新校创制资金扶持的课题 都不是凭着哪一个客人的能力和付出 就能够完成的 所以首先我想感谢陈佩工教授 如果不是他的权力支持和无私的付出 我们Z16就不可能这么快地提炼成功 当然还有我们的科研团队那一帮年轻的力量 我曾经在国外留学工作过多年 那时候我感受到国外先进的实验设备和科研环境 当然同时我也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医学 不被外国所接受理解和认可 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孤独和无助 所以从那以后我决定回国从事我的科研工作 而回国以后 园区和政府给了我们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 让我深刻感受到祖国的那一份温暖 我相信在未来 内心的这一份温暖 会伴随着我们云母生物科技 每一个科研人员 我们会齐心协力 一路同行 不忘初心 不辜负园区和政府 对于我们的期望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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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容宝恩物 我这不高兴了 这么严重 你别着急 少战你先忙你的 我们就在家里庆祝 我先回家等你 好 星海 你怎么来了 赵教授 我是来恭喜您的 谢谢 但我没想到 你会第一个感谢他 如果没有您的出现 在16专利证手上 不可能有他的名字 你先坐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为什么会这么看中 一个证书上的名字 纠结于一个结果呀 可这能证明一个 科研人员的价值 大家在实验室里 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 如果到头来没有一个 能证明自身价值的结果 那这一辈子该多沮丧啊 还有之所以他之前 一直跟您较劲 他不就是希望能在您 潜流 那里面做出成果 来证明他自己吗 你是这么看陈教授的吗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做科研枯燥吗 一开始是觉得有些枯燥 上学的时候 我偶尔也会像 错到天一样 屁股根本坐不住 别提 近百个小时在实验室了 那现在呢 现在时间长了 我也能慢慢地 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偶尔不去实验室 我就觉得心里不安了 你看看 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像你爸这样一个 把毕生心血都投在科研上的人 他会只是单单看中一个结果吗 与其说他是跟我较劲 不如说他是在跟科研本身较劲 他有这么多年 在科研路上取得的心得 思路和他的方法 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他是想不要辜负他自己 当然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说 一个成果固然重要 但这不是我们投身于科研的 唯一目的啊 陈教授 赵教授 你怎么来了 我国外来了几个朋友 给我带了点咖啡 我这个人啊 从来不喝这些洋玩意儿 所以就想到了你 谢谢 谢谢 再说 现在我们的试验成功了 我也是来向你祝贺 并请求你的原谅 赵教授 我这个人啊 古板固执 较真 有时候爱面子 我这身臭毛病啊 有好些个时候 不仅耽误了我们试验的进度 还给你带来了许多麻烦 可你啊 一点都不在意 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把你在国外 学来的新的理念 新的知识 传授给我们团队 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一起去奋斗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赵教授 我钦佩你 言忠诚地 请你原谅 别别别 陈教授 您千万别这么想 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跟您比啊 您这淡薄名利 还数十年做冷板凳 我在算什么呀 我真的是在您面前 我无地自容了 我还有很多需要 向您学习的地方呢 别别别别 你千万别说向我学习 我 我这个人 什么能耐都没有 对了 做冷板凳是第一流的 您别介意啊这个 谢谢您 爸 对不起 你刚才叫过什么 爸 爸 你既然是我不懂事 我以后处处跟您作对 往后 我会试着去理解您 支持您 爸 如果您愿意 以后 我陪您一起做冷板凳 爸 爸 爸 你叫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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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老婆 回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都准备好了 让你一个人动手真是 办了沙拉啊 当然了 厉害啊 还有牛排 牛排 牛排 牛排确实是我买的 爸 我看出来了 因为你不会见那么熟 爸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今天这个可以放心吃的 恭喜你啊 得到了这么重量级的肯定 谢谢 真是这些年啊 你为这个项目操作有心 你说就像您所说的 回报祖国回馈人民 你真的做的 而且现在有了基金会的大力复制 我相信Z16的项目前途一片光明 赵晓晴女士 我必须隆重地祝贺你 这一份荣誉也有你的一半 如果没有你肖战的付出 又没有今天的赵晓晴 没有今天的Z16 谢谢你 干了 我十分荣幸 好了 别光说我了 你今天那个融资项目谈得怎么样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国内啊 这些创业公司 实在太多了 竞争非常激烈 况且我对他们这种 请客吃饭的做法 我真的不是很习惯 其实我倒认为 没有必要去习惯他们呀 你有自己的技术和想法 没有必要去做这些 无谓的应酬 来 尝一块 怎么样 话这么说 但是 此一时彼此嘛 我总是在想 我是不是自己应该 与时俱进一下 不 我不这么认为啊 你这个错误思想的小火苗 得马上扑灭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酒桌上的生意 如果你这个项目是有投资价值的 那人家不会因为你少去吃一顿饭 就放弃这么有前景的项目 他不投了 如果你的项目是没有价值的 那你就算在这个酒桌上没喝死了 人家也不会投 是不是 赵教授 你教育得非常及时 我这脑袋关里刚有一点不良的小火苗 就立马被你扑灭了 感谢你在人生道路上再一次挽救了我 讨厌 你不许叫我赵教授啊 老公 其实我还有一件让我更开心的事情 前段时间我不是因为这个教学方法的问题 跟陈教授有点闹得不太愉快吗 你记不记得你还帮过我 现在我们两个算是彻底和解了 而且林兴海还当着我的面叫了一声爸 陈教授当场就真的差一点泪流满面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和解 还有我那一点小小的功劳 老婆 这一点上你千万不要牵着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你的功劳 不不不 是你萧老师教育得好 别别别 你也不要叫我萧老师 在这一点上你已经出师了 并且你已经达到炉火纯新的地步了 大气 不 我要感谢你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你再也不用为我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 而担心了 你可以一心一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去干你的事业 老公 我希望接下来你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 等你成功的那一天 我亲自给你煎牛排 我等着 干杯 赵州功夫长 第一炮最重要 要是第一炮泡不好的话 也会影响后面的味道 来 尝尝 怎么样 怎么样 世姨啊 你最近这泡茶的功夫见长啊 这前段时间太忙了 都没时间玩的 得回来自一六啊 让你这只蚂蚁终于下了热锅 现在谈解救还谈不上 我们只完成了一半 什么意思 有着这次的事情 差点让我们吃了大亏 现在市场上有了名胜 研发有了突破 我们得趁这个势头 找个大公司过来接盘 你说得太对了 得找人接盘呢 咱们这公司的人员员工 社会维护材料哪个不是钱呀 还有公司的运营成本 就咱俩哪样的钱呀 照这个烧钱速度 早被蒸发到九小云来去了 立即招手 积极联系对Z16感兴趣 愿意入股的大公司 咱们这一次得让赵晓晴 再调替也无话可说 小冬 怎么了 你这是干吗去了 去办点事 办事啊 跟那帅哥搬上去了吗 你还不够忙呀 还有时间关心我 我是想提醒你 他不适合你 宋浩天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啰里巴索的 我妈没你这么唠叨 不是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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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咱俩得谈谈 谈什么 怎么神神道道道的 有什么事吗 有事 有特别重要的事 我觉得我这事再不说 我怕来不及 宋浩天 我虽然恨你家 但我对你好无兴趣 你说你犯了满世界美女 你不许突然在这儿跟我耗什么解 别想太多呀 哥们 焦总 欢迎你 赵焦头 你好 请坐 好 这次的投资专项呢 经过我们基金会内部的反复评估 一致认为 Z16这个项目 前景非常光明 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和市场前景 所以站在纯粹的财务化投资的角度 我们会对萤幕科技进行长线投资 以获取一份未来可知的优厚汇报 谢谢你对我们Z16的认可 不过我想知道 您这么看好我们的前景 具体理由是什么 具体理由 您应该了解 研发一款创新医药风险巨大 前景难测 所以我想您这么坚定地认可它 您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您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 中医药在中国呢 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了 它有非常辉煌的背景 如果能够和 现代西方医药科技相结合 那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投资呢 其实就是投人 我们尤其看好像您这样的学术带投人 我们也详细地考察过了您的学术经历 认为您精力完备 科研能力突出 所以 我明白了 很感谢您对我个人的信任 我相信您也是专业的投资人 您得出这样的结论 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分析报告之上的 所以我需要的是 您对我们新药研发的一个 时间 成本 前景和风险 专业的完整的评估和分析报告 赵教授 这些 好像不应该是一个被投资者 对投资人说的话吧 我刚才也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基金会内部已经 充分地讨论过 赵总 请您理解一下 我就凭您短短几句话 我实在无法得出 跟您一样的结论 赵教授 听您这话的意思 似乎您对自己的产品 充满了怀疑 不是 恰恰相反 我对我自己的项目非常地自信 但这个自信是建立在 我们详尽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投资人 能跟我一样充分地了解我们的项目 所以以便与我们今后携手相向而行 共同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我投资过许多项目 但是像您这样的 我还投一次见的 我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也请您理解一下 Z16是我的心血 我也希望我的投资人 真正地爱他 懂他 听您这话的意思 好像是我上赶子 要投资你的公司了 说句不好听的 在现在这个市场上 这么专业 还愿意冒险来投资你们公司的 就我们这一家了 你错过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谢谢您看好我们的项目 我期待您的分析报告 岂有此理 是你求着我投资 还是我求着你们的 我没有对你挑真减思 你反而对我横挑逼数条眼了 对不起 小总 你要的报告没了 咱们的创投会议到此结束 走 赵教授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您千万别这么说 好 你们父子同心啊 才是我们实验室 战斗力又增强了不少 我现在非常珍惜这一切 接下来我们得尽快找到 Z16的有效精型 明床量产 看来还是一个挺漫长的路要走 是啊 但是没有过不去的坎 有你的引领啊 大家更有信心了 一起努力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是不是爸爸批死你才开心啊 李总 怎么回事啊 跟你没关系 这 陈教授 先给我吧 我一会儿就过来 李总 我问你话呢 有什么话好好说 知不知道那个焦总 我费了多辣工夫 我遭了多少白眼 才把人家给争取过来了 你挺厉害啊 几句话就跟人打发走了 我在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你要对我意见你就直说 我绝对不会赖赖公司不走 十一哥你真的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针对你呢 我就是觉得他 对我们的行业不是很了解 他不是很了解 那谁了解啊 你给我找一个了解的呀 他是医药行业的老前辈了 几十年了在这个领域 再说了 人家就是单纯的财务投资 你干吗要这么苛刻呀 我跟他说过了 我们这个行业不太一样 投资周期长 短期看不到效益 一旦将来回报率 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会找很多麻烦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都快火烧没貌了 我这大小姐 你还在这儿哄跳鼻子 竖小眼呢 再等一等不行吗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全公司全满蛋 全满蛋 好 李总 李总 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刚刚都看见了 你觉得是我冲动 还是逃不可理喻 是是是 赵教授呢 确实有些固执 但是他的那些担心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呀 再说 咱们是行驶在一条船上的 再苦再难 也得端着共计啊 我就是不知道这么下去 咱还能撑多久啊 李总 李 萧总 杜总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杜先生拒绝了你预约见面的请求 还给了你这个 好 奇大费哦 哦 对了 萧总 我打听到 有关于杜先生的一些消息 艾瑞 萧尔兰的网络 是很快的 他似乎会花了很多钱 在商业业业业业 但是 我仍然不认为 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知道 好 我知道 好 我会回面 我会回来 来 说完背后 老师 拜拜 好 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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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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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记得回去还要练习啊 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那你说 爸爸说 说您不太愿意 跟我们一起吃饭 为什么 老师不喜欢在外面吃饭 那 那就去我家里吃啊 老师还有别的事情 今天还是爸爸来接你吗 他还没来 林林 林先生 又缠着老师呢 没有 她今天表现非常好 我表扬她几句 我们走吧 老师 老师 这林林有些任性 我回去批评她 千万别 她已经很好了 别批评她 我觉得有些时候 大人也不能太任性 自己的生活呢 要自己把握才行 你说是吗 谢谢您的提醒 林林 明天见 拜拜 好 我们走吧 你看 下山 我天见了 我会不会有的 我会不会有的 我又会不会有的 对啊 我 我刚看你一个朋友 我说跟他打个招呼呢 那你还去找他吗 也不用 也不是见不着 那走吧 都在我学校遇到了 要请你喝杯咖啡啊 行行行 我请你也行 好 走 这碗喝 你平时出来吃饭吗 现在很少出来吃的 基本都在家吃 我看得出来 那学校孩子们特喜欢你 你知道被孩子喜欢的人 那身上一定有闪光点 我听说刘侃一直在照顾你 对 他确实挺照顾我的 很感谢他 其实当年你回国之后啊 我们都听说你家里的变故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你 那孙建国还说 一周七天咱们七个人正好 每人每天给他写封信 我还听说给你寄了好多东西 但都原封不动地给退回来了 我不需要被怜悯 不 那个还真是关心 我知道 但是那个特定的时间段 家里出事 包括我自己状态也不好 你们的关心对我而言 就是一种负担 嗯 明白 好在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对了 对了 你说来我们学校找一个朋友 谁啊 其实还算不算是朋友的 只是我很想认识他 但是我也没路子 我听说他的孩子在这儿学琴 我说我跟这儿守着吧 看能不能守住待兔 你说的该不会是杜天杜总吧 对对对 他不见你吗 你可不了解这个人 我听说啊 有求于他的人 从这个门口 一直能抬到广场那边门口 真的假的 邪乎吧 这样 我认识他 要不我给你们签个线 真的吗 真的呀 那太好了 那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 我只是签线 事能蒙成 还得靠你自己呢 你能把这条线签上 我跟你说我这成功就算 迈出关键一步了 对呀 他孩子在这儿学琴呢 对呀 我是他孩子的老师啊 我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 谢谢 谢谢 来 真的真的 你也不知道这事对我来说 有多关键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你接 喂 老公 你爸妈从北京过来了 现在已经在家了 都没打过招呼嘛 回来再说吧 你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我爸妈突然来了 搞突然袭击 你这 叔叔阿姨来了 你就回去好好陪陪他们 帮我带个好啊 是 可是 我这我这饭吃一半 我这算怎么回事我这 这有什么 你先去忙吧 这样这样这样等等等下回 我带着小欣 咱们再一起聚一聚 好啊 说好了 下次再来小欣一起啊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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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不好意思了 你看这 匆匆忙忙的 你赶紧去吧 太匆忙 太匆忙 不是吧 那区你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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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